不只口罩跟酒精很难买 现在传出连酒精棉片也爆发了抢购潮 有网友就po网表示 家人患有糖尿病 每一天都必须要注射胰岛素 而之前必须要先用酒精棉片来消毒 但现在到处找却买不到 希望大家可以把酒精棉片 留给真正需要用的人 那有酒精吗? 没有耶 是啊 棉片也没有吗? 酒精棉片有一个要备你而已 民众来到药局 不只要买口罩抢酒精 现在连酒精棉片也成了新一波的抢购对象 我原本还有大概七八口 货架上的酒精棉片零零星星没剩几何 因为买酒精不容易 民众干脆转而来买棉片 一下就快被扫光光 有网友上网发文 说家里有糖尿病患者 每天施打胰岛素前 都得先用酒精棉片消毒 只是现在到处都买不到 希望大家把东西留给需要的人 自理行间透露出担忧和无助 也引来网友五百多则留言声援 因为我们也会限制客人 不会说一次给他大量购买 那现在是有 因为那些糖尿病啊 还是有需要的人都会买不到 就怕酒精棉片太抢手 老板直接祭出限购措施 因为包含肾脏病患 糖尿病患甚至连医院注射前 都会先用棉片 一般民众想拿来消毒 效果恐怕也不够力 那么小小的一片酒精棉片 如果你要涂满整个手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那个量也不够 所以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们 不要去买酒精棉片 其实想要消毒 干洗手 湿纸巾 吸食后的酒精 还有抗菌吸收乳 都是好选择 民众不必抢买医疗棉片 把东西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记者陈金燕华领报道